央行总裁彭淮南是不断的示警升息的房贷风险 央行发行的定存单大增 也让部分的专家认为是升息前兆 台湾经济研究院今天就说到了 这个物价将是彭总裁年底是否升息的关键 而最新的2014GDP的预估在3.23% 是目前本土智库首度突破经济目标3.2%的预估值 只是对于核四封存对整个经济的影响 台湾经济还是认为应该是不会像2000年那么严重 但是确切的数字很难评估 利利的风险因为存在那边 因为我们的利利我们的房贷利利很少是固定的 我们是floating 央行总裁彭淮南市井升息的房贷风险 其实2014年以来央行强势增发定存单 到25号未到期订存单余额6.72兆元 比去年底增加了875亿元 加大力道从市场收回资金 行库主管解读 这就是在为升息做准备 南韩也公布了最新数字 在出口成长消费增加的带动下 第一季GDP计增率0.9% 年增率3.9% 创下三年以来新高 学者预期南韩央行会在第四季升息 台经院景气研究中心主任孙明德点出 物价将是彭总裁升息的考量 台经院25日公布 2014年最新GDP预估3.23% 比一月的估值上调了0.06个百分点 更是目前本土智库发布 首度突破经济目标3.2%的预估值 看来对景气的回问相当乐观 只是这个数字并没有将最近的核四争议纳入考量 目前来讲对核四一切都还在讨论过程中 所以比较难以很明确的说明说 它的影响会怎样呢 当时2000年它是一个突然的宣布 但现在历经这13年的分分而好 这些外商大爷已经做好了一些备案 所以我觉得它不会没有影响 但它影响可能不会像2000年这么大 2000年10月27日 宣布核四停建时 当年GDP4.06% 2001年GDP重衰到负的1.69% 主要还是受到网络泡沫化等国际因素冲击 孙明德说 朝野对核四的存费还有讨论空间 因此无法将核四对经济的影响编入预测 但是也会密切关注 记者曾令杰 陈建民台北报道